快来啦快去乔班 快醒啦 快来啦快一起玩 来到乔乔班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许多的快乐 一去游戏 唱个跳舞 就像快乐天使 多少美好 晃了时光 紧的乔乔班 在乔乔班 开玩笑 乔乔班 你好宝贝 游戏的时间到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玩吧 乔乔班系列节目 一百个好玩的亲子游戏 马上就要开始了 来自全国各地 一百个零到六岁的宝宝家庭 将为我们带来最新鲜好玩的家庭亲子游戏 就让我们在快乐的游戏中 共度温馨美好的亲子时光吧 嗨小朋友们 快带着宝宝妈 天月亮礼节一起唱起来 跳起来吧 你好宝贝 游戏时间到了 你好宝贝 我们一起玩吧 你好宝贝 你准备好了吗 先来打个招呼吧 嗨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韩芸汐家庭 现在已经十多月了 他最喜欢的玩具是求求 嗨 你好宝贝 我看见你笑了 你好宝贝 爸爸妈妈也笑了 你好宝贝 我们来拥抱吧 快乐时光开始了 快乐时光就要开始了 来啦 看他来了 他牵着查理哥哥走来了 大家好 我们的宝贝叫芸汐 快两岁了 他有时候很安静 喜欢读书 喜欢乱图乱画 喜欢和查理哥哥玩互动游戏 但他更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 喜欢篮球 喜欢吊单杠 喜欢玩滑梯 最喜欢和爸爸妈妈玩游戏 今天我们要玩两个亲子游戏 首先要玩的是旋转飞机 爸爸举行仰卧在床上 宝宝靠坐在宝宝的脚上 爸爸双手放在宝宝胸前拖住宝宝 然后抬起双腿 让宝宝借力向后翻 看宝宝可开心了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游戏是亲子后空翻 爸爸妈妈握住双手环抱宝宝 然后左右手臂交叉 前扶胸部后扶臀部 前后一起用力 让宝宝后空翻 这两个翻转游戏 有助于刺激宝宝的前庭觉发育 和本体感认知 提高宝宝平衡感 锻炼宝宝的胆量 今天游戏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 再见 大家好 我叫黄金泽 现在已经十多月了 这是我的男孩 这个是我的爸爸 我们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 今天我们游来游泳呢 一二三四五 动动神机动一动 一二三四五 声哭哧哧哧哧豹哧 抱抱抱抱 不要爬 io't you 我日子 拥田 住准 SENация 宝宝宝宝不要怕 游泳游泳真有趣 宝宝宝宝不要怕 我们一起陪着你 宝宝宝宝爱游泳 游泳游泳真有趣 宝宝宝宝爱游泳 我们一起陪着你 练习了 踢一踢踢一踢小脚踢一踢 拉拉拉拉你好棒 你好棒 踢一踢踢一踢小脚踢一踢 拉拉拉拉拉你好棒 你好棒 结束游泳了 努力的爬上来 加油呀 我 我 我 嗯 嗯 我 我们这里呢有这样一位家长朋友啊 他说他们家孩子一到晚上总是很兴奋 十来点了还不睡还要玩 爸爸妈妈为此特别烦恼 因为他们都上班族白天很辛苦 晚上也希望孩子早点入睡 但因为孩子这么一折腾的 俩人也睡不好 所以他就想请教专家 如何才能培养宝宝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您有什么高招 孩子其实在他有睡意的时候 跟我们成年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需要家长朋友们能够意识得到 如果我们成年人困了 我们可能自己就会主动地去想要休息 但是孩子不是这样的 当他很累很疲惫的时候 他反而更容易兴奋 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会反映出来 我们家长可能会觉得 他是不是还想继续玩 他是不是停不下来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家长就要注意到 孩子在什么时候打哈欠困了 那你今天就要记下来说 他这个时间点开始打哈欠困了 那我明天就要在这之前 提前那么半个多小时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给孩子做这个睡前的准备了 然后要帮助他去洗漱啊 然后做一些容易让他安静下来的活动 比如说读书啊 这样的一些事情 安排好了之后呢 到他打哈欠这个点儿 然后他就可以去上床睡觉了 所以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要按照孩子的习惯和特点 对 来观察孩子 找到他犯困的那个时间点 尽快的让他入睡 是 而不是按照我们成人的说 10点我该睡了 孩子睡不着了 是 这个要多观察和了解自己孩子的特点 另外一个是不是白天 这个孩子的睡眠也要适当的控制 对 他如果说到了傍晚 他开始犯困了 那也尽量稍微让他扛一扛 然后稍微往后推一点 好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北京地区 罗伊宝贝家庭 我的小可爱 今天有没有乖 你的小脑袋 想把总奇奇怪怪 我的小可爱 皇冠给你带 你一笑起来 像鲜花盛开 我的小可爱 你闪闪惹惹爱 你说我们描心 连恩就是这么拽 我的小可爱 虽然脾气有点坏 只要有你在 请我被打败 你只是 是我的小可爱 今年一岁了 爱阅读 爱探索 爱出游 更爱妈妈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游戏是 动感公播 我不给你 这好了 我不给 来站好了 站好了 规怕气功 站好 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我给你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站好了 规怕气功 动感公播游戏 对于孩子有哪些好处呢 除了增进亲子关系 帮助孩子在游戏中理解因果关系外 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促进孩子的前庭发展 前庭作为信息收集筛选及运动平衡的重要器官 前庭的发展对于一岁孩子在语言运动及专注力的培养都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各位宝爸宝妈们 让我们一起带着孩子玩耍起来吧 以上就是我们的游戏展示环节 那小朋友们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韩芸汐家庭 我们是一个蒙古族的宝宝 蒙古名就叫嗨庆塔利 塔利一岁半了 她平常非常喜欢运动 我们经常带她踢皮球 追 快追追追 再踢给爸爸 我们塔利平时特别爱玩滑踢 我带她下去玩的时候 她都滑得特别的开心 另外我们塔利平时也特别喜欢跳舞 我们平时也喜欢全家人一起玩藏猫猫的游戏 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她最近特别喜欢你平盖 根据她的兴趣爱好 我们设计了一个解救小动物的小游戏 塔利 我们来玩游戏啦 看这是一个动物园 这是什么呀 这是小鸭子 小鸭子在哪里生活呀 在水里 在河里 塔利 看动物园里面有好多小动物 都被困住了 咱们一起来解救它吧 塔莉 把小蝴蝶解救出来了 你开瓶子 哇 哇 真厉害 我们塔莉把蝴蝶解救出来了 漂亮不漂亮 小蝴蝶 哇 漂亮 你看小蝴蝶在花丛中 小蝴蝶回到花丛中了 塔莉 看这个是什么小动物 被困在里面了 是不是小白兔 快把小白兔解救出来吧 咱们把小兔子解救出来吧 加油 哇 好棒呀 哇 太棒了 咱们让小白兔回家吧 让爸爸帮你放回去吧 爸爸让你小白兔回家吧 你看小白兔回家了 跟它的萝卜在一起 塔莉 咱们再来解救一只动物吧 塔莉 咱们把小猪解救出来 把小猪解救出来 塔莉 把小猪拿出来 让小猪吃一口 你的好吃的好不好 哇 给小猪喂的 哎呦 太棒了 看小猪饿的 小猪吃饱了 让他回家吧 塔莉 好不好 他回家 咱们把他放家里面 小猪住在他的圈里 你看 哇 你看 小猪住在他的这个圈里 这是他的家 小猪灰也被困住了 小猪灰也被困住了 咱们把它解救出来吧 通过这样的游戏 我们可以很好培养宝宝的耐心和专注力 通过反复的拧瓶盖 宝贝可以训练手部的精细动作 而且还认识了好几种小动物呢 我们的游戏就结束了 哈莉 跟观众朋友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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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sonyony user 月亮川 天波在宁静岗湾 新出品化 盛开在雾颈天边 青春 交接的月光 酒香 妈 ihn 神经的双眼 那是一个相逢的地方 那是个幸福的家园 月亮水月亮串 下见爱心彩虹 而轻轻分红 撒向人间 而轻轻分红 撒向人间 游戏的时间到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玩吧 七桥板系列节目 100个好玩的亲子游戏 马上就要开始了 来自全国各地 100个0到6岁的宝宝家庭 将为我们带来 最新鲜好玩的家庭亲子游戏 就让我们在快乐的游戏中 共度温馨美好的亲子时光吧 大家好 这是我们家宝贝小爱 刚刚过完两岁的生日 同所有这个月亮的小朋友一样 喜欢当秋千 家里没秋千怎么办 游家店 爸爸和老爷的双手 都可以成为秋千 喜欢玩沙子 在沙滩上可以一个小时不动窝 喜欢骑木马 坐在上面使劲摇摆 喜欢坐翘翘板 享受一起一落的感觉 喜欢搭积木 摆弄不同的形状 喜欢看大百科全书 认识各种蟒蛇 今天我们要玩的亲子游戏叫 藏猫猫找玩偶 让宝宝闭上双眼 把他最喜欢的几个玩偶藏起来 同时可以配合从一数到十 藏好后 让宝宝去寻找这些玩偶 好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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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好 把土锅鼠举起来 摩托椰 摩托椰 摩托椰也转到了 这个游戏不仅能提升宝宝的专注力 观察力 记忆力 预见能力 增强宝宝探索外在空间的勇气和自信 还可以让宝宝在运动锻炼之余 培养空间意识 加深父母与宝宝的交流 宝宝更是乐在其中 加油两岁宝宝的赶紧一起玩起来吧 嗨 大家好 我是刘子季的爸爸 嗨 大家好 我是刘子季的妈妈 我们刘子季今天已经15个月了 我们是个非常快乐 健康 聪明 帅气 勇敢的男宝宝 宝宝宝喜欢扔球 喜欢推滑板车 宝宝大动作发展非常好 爬呀 跑呀 翻呀 转呀等都非常的稳当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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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狗 小动物们好好跳舞 哎呀小动物们都跳累了 是不是啊 我们给小动物排排队 让它们回家 好了 我们首先去排鲜鱼好不好 小鲜鱼 一只小鲜鱼宝宝排一只 真的 真棒 这只小鲜鱼 这是鲜鱼宝宝 是不是 把鲜鱼宝宝也放在这里找妈妈 然后宝宝再放一只 哎真棒 我们给狗狗排队吧 妈妈再放一只 宝宝再放一只 哎真棒 小动物们都排好队了 我们要送它们回家家了 在这里 好 再去请一只小马 再去请一只小马 妈妈在这里 另外一只小鸡呢 去请另外一只小鸡回家 太棒了 好棒呀 另外一只小鸡回家 哎呦 就好棒的宝宝呀 宝宝通过游戏 知道了恐龙生活在原故时期 马儿们驰骋在大草原上 小鸡们生活在温馨的鸡窝里 鲨鱼们生活在广阔的海洋 而狗狗们生活在狗窝里 我们今天的游戏已经完成了 小朋友们再见 这里有一位乐乐妈妈给我们留言 她说我们家孩子还不到一岁 经常听人说要多跟孩子讲讲话 但是一岁以下的孩子好像什么都不懂 自己也不会说话 那跟他讲话有什么意义呢 梁老师怎么看 其实多跟孩子讲话呢 我们对孩子是有两方面的帮助 第一个方面呢 我们虽然孩子听不懂你说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但是孩子其实他已经很熟悉家长的声音了 然后他能够通过这个家长跟他交流 然后了解到 爸爸妈妈是在关注我的 爸爸妈妈是一直在注意我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孩子如果他情绪不好的时候 烦躁的时候 爸爸妈妈跟他讲话是能起到安抚的作用的 可以帮助他调节自己的这个情绪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说虽然他还不能学习到具体的词 具体的句子 但是就像你和我这样交流 那我跟你讲 那你也会回应我 那么其实 会记在心里 是的 那孩子跟家长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虽然他还不能够去回应爸爸妈妈说词说句子 但是他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可能我需要有一些回应了 他可能我笑笑呀 或者是我发一些唧里咕噜的这样的一些声音 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交往嘛 本来语言就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工具 那么他会知道 我要在爸爸妈妈的说话的时候 我等等 然后呢 我等那个爸爸妈妈说完了 我也要做出一点回应 给出一点信号 那么这样的 其实他就形成了一种社交技能的培养 有时和爸爸看绘本认恐龙 你说大家好 爸爸 好 你叫什么呀 是 好嘞 爸爸给你认识一下恐龙好不好 嗯 嗯 哇 第一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肿头龙对不对 哦 在哪在哪 你找 你是不是这个 哇 肿头龙对不对 哇 他的头好圆啊 那小娃娃 这头 是这样什么呀 我们看看 这是什么呀 大甲龙对不对 哦 好 咱们看看大甲龙 是不是这个小甲龙 嗯 这个龙有点小 对不对 妈妈 啊 他的妈妈去外边吃草了 就算他自己在家 对不对 这什么 哎呀 这是什么 三角龙对不对 哇 三角龙 你看 这这这这 还有什么呀 鸡脚 对 鸡脚 是不是 嗯 这个是什么呀 有双 长长的脖子 这是什么呀 雷龙对不对 哦 雷龙雷龙 哎呀 雷龙的妈妈也出去吃草了 这是个小雷龙吗 对不对 嗯 厉不厉害 嗯 小雷龙对不对 是不是 他有近点 嗯 有双 最后一个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嗯 这什么 嗯 这什么 真是什么 八雷龙 八雷龙 霸王龙对不对 啊 厉不厉害 鸡脚 哦 鸡脚 这个是不是霸王龙 嗯 哦 你拿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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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山东来阳的谢玉凡家庭 我是谢玉凡的妈妈 我是谢玉凡的爸爸 这是我们的宝贝小凡凡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 大家好 我叫谢玉凡 我现在21个月了 我是一个小男生 希望大家喜欢我 谢谢大家 宝宝呢 现在处于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的阶段 非常的喜欢探索 今天我们就要和宝宝一起来生黄豆芽 一起来探秘植物树掌的奇妙过程 哇 哇 哇 这么多的小豆子呀 小豆子捡到小碗里好不好 嗯 一个一个的捡 嗯 抓 对了 给凡凡一些 放到凡凡的小碗里好吗 哇 这么多呀 好 那我们一起给他浇点水吧 哇 哇 捏住这里凡凡 捏住小瓶子 哇 你看 凡凡妈妈给小黄豆拿了一双小被子 我们给他盖上小被子吧 嗯 来 和妈妈一起来给小黄豆盖上小被子 整理整理 嗯 哇 小被子盖好了 我们一起把它送到温暖的地方去吧 凡凡我们一起来看看小豆芽还有什么变化吧 嗯 先看小被子 哇 你看看 哇 这是什么 小豆子发出了小芽呀 对了 再弄点水吧 不不不不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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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看小豆子有什么变化吧 嗯 嗯 来 先看小被子吧 哇 哇 哇 小豆子发的芽这么长了呀 啊 要给他浇点水啊 OK 好 和爸爸一起给他浇水吧 平时呢我们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比如说玩具玩完了以后要放回原处 不能随地丢垃圾 再比如垃圾要送到垃圾桶里不能随地乱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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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弯弯 星儿闪闪 枕头软软 被子暖暖 我睡着了熬睡的甜甜 我睡着了熬睡的甜甜 梦见小鸟飞上蓝天 梦见白帆飘在海面 我睡着了熬睡的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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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见爸爸 梦见爸爸熬睡的甜甜 梦见妈妈扶着腰 我睡着了熬睡的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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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重训大陆口吃的 杨清晨家庭宝贝 今天一岁五个月了 他最喜欢的玩具是球球 我是鸡皮爸爸 我是鸡皮妈妈 她是可乐弟弟弟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我们的游戏团结 我们的游戏准备一个 游戏团结束 然后自己制作的小树 我们游戏名字叫做众树 好 再来一个 哇 好棒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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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鱼儿经验分享 当我们想要孩子安静的时候 我们可以陪孩子唱唱歌 和他玩一会儿 读一读一本故事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孩子 您要注意保护他们的追逐力和注意力 多陪孩子 谢谢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游戏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重庆的高景熙家庭 这是我们的宝宝高景熙 这是高景熙的妈妈 我是高景熙的爸爸 高景熙今年到现在 就是18个月的孩子 很多孩子在他这个年龄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 哪里不平走哪里 您和我们宝宝 哪里不平走哪里的特点 利用枕头柔软 踩上去摇摇晃晃的物理特性 我们和宝宝一起玩 跨越枕头山的游戏 这个游戏 要求宝宝控制身体不跌倒 培养宝宝的平衡感 同时让宝宝体会 花式走路的乐趣 锻炼肢体的协调性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 秉承的一个最大的原则 就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孩子在这个年龄 喜欢爬高走低 喜欢哪里不平走哪里 那么我们就给他创造条件 遇到什么提侃啊 路言啊 这种特殊的路况的时候 我们就有意识地带着他 走一走 踩一踩 看一看 他在潜移末发中 学会了走路 学会了怎么把路走好 平时 孩子在这个年龄 他喜欢绘本 对绘本上 花花碌碌的故事情节很感兴趣 那么我和我的爱人 就会抽下班的空语时间 专门为他讲解绘本内容 我们的孩子的爷爷奶奶 孩子的外公外婆受我们感染 也改变地带他看电视 看手机的换习惯 也拿起绘本 给他讲绘本故事 那么我在这里奉劝 像我这样年龄的 爸爸妈妈们 陪伴孩子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带着他一起跃离 一起看绘本 一起走进绘本的世界 谢谢 谢谢 自己开绘本来 谁来带着他 呀 你开绘本来 跟着他一起走 梦袖 就是带着他 百分之期的 你开绘本来 摸摸地看向人间 嗨 我好远好远 却又心在眼前 美丽穿心 好笑妈妈的脸 那温柔的眼睛 啊 亮晒我的心间 啊 亮晒我的心 啊 亮晒我的心 啊 亮晒我的心 啊 亮晒的眼睛 啊 亮晒的眼睛 啊 亮晒的天 啊 亮晒的眼睛 啊 亮晒的眼睛 那我心的笑容 打動了我的心弦 打動了我的心弦 我的心弦 大家好我是盧伯欣 你也可以叫我歡喜 我的英文名字是JK 我兩歲四個月了 這是我爸爸 我很喜歡和爸爸一起玩 當然我最喜歡的還是媽媽 我是一个勇敢的小勇士 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倒我 我还很紧能帮助大家呢 妈妈说 这个公园里有一些小动物 被困在了高高的滑梯上 我最喜欢滑梯了 让我来帮助他们吧 你看那有个大恐龙 别担心我来啦 安全回家吧 有本书在那吗 宝宝 不怕我 宝宝 宝宝 我来纵你呢 哎呀 我应该温柔点 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肉有什么呢 当然 我也有需要帮助的东西 爸爸就是我的超人了 长颈鹿也被我找到了 乖乖和朋友们待在一起吧 小颈鹿要怎么救呢 还是爬上去吧 哎哎 我怎么也跑了 再来一次 妈妈救我 我来救小颈鹿 耶 大家都安全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大家笑去见了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重庆的香香家庭 我是香香的妈妈 我是香香的爸爸 我们的宝贝香香现在二十二个月了 她呢是一个可爱活化的小孩 喜欢跳舞 骑车 还有玩各种各样的玩具 她探索力特别强 所以我们就想通过 此次在公园里寻宝的方式 就让她感受了解 大自然 又不断激发祸祸 想象力探索力 与行动力 首先 爸爸将萧萧平时的玩具 书籍 放在公园的树下 舌头旁 等不同的地方 而我呢 则带着萧萧 在一旁 认识不同的植物 很快 爸爸完成了玩具车 及书籍 惨力工作 于是 萧萧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 正式开启寻宝真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攀爬 抛街 推拉等等 已经非常熟练 可以练习球类运动这些体育项目了 尤其是跳绳 一分钟并叫跳短绳 是国家学生体制测评的必考项目 周末的时候 快和宝宝一起跳绳吧 平时 还可以多让宝宝参加一些 需要团队合作的游戏 让他体会 合作的重要性 学会和小伙伴融洽相处 培养宝宝的社会交往能力 也是这个阶段爸爸妈妈的重要任务哟 成长关键词 体育项目 团队合作 看绘本听故事 让我们在中国最美故事会 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绘本故事 就是我手里这本 《瓢虫的新冠》 这本书讲述了小瓢虫 为了实现梦想 不断找寻 发现和成长的故事 好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瓢虫的新冠 一只瓢虫去旅行 它看见一棵大树 大树有翠绿的树冠 它看见一株向日葵 向日葵有金黄的花冠 它看见一只公鸡 公鸡有鲜红的机关 它来到毛毛虫王国 看到毛毛虫王子 带着一顶璀璨的王冠 可是 什么冠 是属于我的呢 瓢虫继续旅行 它落在猫小姐的头发上 做过瓢虫发卡 它站在兔女孩的裙子上 做过瓢虫扭扣 它还落在一位女士的手指上 做过瓢虫戒指 只是什么关 属于自己 它继续旅行 途中遇到蝴蝶 蜻蜓 蜂蜡 它们正赶往白墙梅花岛 参加诗歌比赛 我也要去参加 我要赢得桂冠 瓢虫把自己的愿望 写成一首小诗 然而获得桂冠的 却是曲曲 看来桂冠也不属于我 忽然瓢虫有了一个好主意 它找到了一根透明的草莖 把身上的星星摘下来 一颗一颗仔细地穿着 它把自己做的新冠 戴在头上 哇 多么美丽的新冠啊 这是独一无二的新冠 是属于瓢虫 自己的新冠 啊 多么有趣的童话故事啊 小瓢虫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新冠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小瓢虫的新冠美丽吗 好了 我们今天的汇本时间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看绘本 听故事的话呢 请多多关注我们的 中国最美故事会 在这里呢 我们将和大家分享 更多优秀的中国原创绘本 你好 宝贝 我看见你笑了 你好 宝贝 爸爸妈妈也笑了 你好 宝贝 我们来拥抱吧 快乐时光开始了 快乐时光就要开始了 啊 啊 我看你笑了